印度女兵大喊一次挑战500个中国拳手 结果被张维利打断了五根肋骨 吐血昏迷 大家好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走进中国深圳战的比赛现场 今天这场比赛代表我们中国出战的 依旧是我们的全国武术冠军张维利 好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镜头中的就是我们的冠军 战军张维利身穿红色的运动衣 非常的有自信走进了擂台上 今天和他对决的这一位就是来自印度的女兵 阿蒂姆斯 好我们可以看到穿白色运动衣的就是阿蒂姆斯 今天他既是挑战者又是客场作战 在赛前这家伙就说要打500个中国人 打500个中国拳手 我觉得他应该是吃错药了 应该是吃错药产生了幻想 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 张维利步步紧逼 吃到对手一个平勾拳 紧接着来了一个爆摔 好的把他压倒在地板下 张维利慢慢地部署自己的战术 对手站了起来 又被拉了下去 这种较劲 很废体能 我觉得张维利如果在地板上打不着对手的话 可以站起来继续部署打战力 要是来自行等 好那是一位负药 能输到地板上打不着 震药了 套路出抣 大惯的 那是一件太有适的 那是一件大适的 那是一件大适的 是一件大适的 这一件大适 是一件大适的 在背后 那是发生的 彼此来做了 我的天啊 恭喜张伟丽 最终是连环左右百拳 把对手击倒 让对手昏迷在擂台的边缘 其实击倒以后 张伟丽并没有放过他 而是压了上去 又补了几拳 让他睡得更香 看一下 就是这两拳 连续两拳 然后又疯狂的补刀 太漂亮了 恭喜张伟丽为郭正光 让我们为他欢呼喝台 点赞转发 多谢大家的支持 Will you see the raw emotion?